你不要再相信他了 他就是个骗子 电影院里正在播放的 是中国大陆近期最火 以缅甸诈骗为故事主轴的电影 孤注一职 但看着看着 突然有公安到影厅抓人 演员王大陆说要在片中 饰演社会新鲜人 这部以缅甸开开园区为原型 还原大陆犯罪分子的诈骗产业链 剧情写实也贴近时事 引起中国大陆社会不小共鸣 票房已经突破30亿人民币 约台币126亿 却为大陆暑假党籍夯片之一 连公安都拿这作为宣导题材 大陆与缅甸官方 已经针对缅北电信诈骗 展开联合打击行动 22号在阳光机场 移交陆籍的诈骗嫌犯 这是今年的第二次 大陆警方成功押戒诈骗返国 TV别新闻综合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赞同志们的线剑数据